霍建华真的要哭了 连心如居然早就已经结过婚 他是他的第二任老公 传说中的第一任前夫居然是 令人跌破眼镜 连心如与霍建华的婚礼可谓是引爆了整个娱乐圈 甚至连心如生姿也是老百姓们茶余饭后聊八卦的话题 他们的婚礼可以与堪称世纪婚礼的黄晓宁和杨领夫妇的了 图取自新浪娱乐微博下头 但就在近几日 网络上有人爆出林心如居然是二婚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 也是轰炸了整个娱乐圈 网友们不淡定了 纷纷开始八卦 开始猜疑 有网友表示 林心如前任老公就是这名导演唐继礼 但是小编翻着了好久 最终都没能翻出他与唐继礼结婚的证明和消息 虽然林心如以前确实和唐继礼有过交集 但是不能空口无凭的就传言林心如二婚的消息 林心如现在也四十了 女人四十岁拥有了爱情 并有了爱的结晶 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 既然网络上没有证实他二婚的消息 那么大家就不要在意这些有的没的 也祝小编小时候天天在暑假当看得还诸葛格里的滋味 幸福美满 林心如 1976年1月27日 出生于台湾台北 台湾女演员 女歌手 戏剧制作人 出品人 17岁时 林心如电影兼职广告模特儿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涯 1998年 凭着演出电视剧还诸葛格中子薇一脚爆红 成为红遍华人圈的女星 1 之后又于2000年和张卫健合作演出录顶记 烟火了剑影公主 直到2009年 正式转型为涉足制作投资的艺人老板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联心如工作室 2 2010年 联心如凭借三国及美人心计等这剧 被网民推选为首尔国际电视节人气最高的华人演员 3 2011年 联心如凭这电影《非常完美》获得第五届中国华顶奖电影最佳女配角奖 4 2015年 身兼制作人与女主角的临心如凭级16个侠片入围第20届亚洲电视大奖 和第50届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奖并获最佳戏剧节目奖 肯定了她从演员转为制作人身份切换的成功 5 参考来源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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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